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任劍辉的主要作品,任劍辉的粤语气曲,包括有, 1. 帝远春心化道娟,1951年。2. 神妻暮嫂,1952年。3. 富士山之戀,1954年。4. 乐晨,1957年。5. 火望凡宫十四年,1958年。 6. 紫差记,1959年。7. 帝女花,1959年。8. 九天元女,1959年。9. 可年女,1959年。10. 白套会,1959年。11. 金凤斩交龙,1961年。 12. 红灵血,1964年。13. 大红袍,1965年。14. 李后主,1968年。 任劍辉的电影作品,战前,他曾参与过电影,《神秘之夜》,1937年,的演出。 1951年,拍摄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,《情困母观安》,由陈皮导演。 从1951年到1967年,他一共主演和参演过,超过300部影片,由他主演的,就接近290部。 他主演的,多是粤剧戏曲片,差不多他主演的著名粤剧,都搬上了银幕。 如,三年一哭二郎桥,琵琶汉口故人来,帝远春心化道娟,1951年。 神妻暮嫂,1952年。富士山之戀,1954年。 洛晨,1957年。火妄凡公十四年,1958年。 可怜女,1959年。紫猜妓,1959年。 帝女花,1959年。 叠影红尼妓,1959年。 白套会,1959年。 金凤斩交龙,1961年。 红灵血,1964年。 十咒严嵩,即大红袍,1965年等等。 香港出产的杰出和优秀的粤剧戏曲片,大部分由他主演。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 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, 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开始。 这是呢,加拿香 recherche比较低软, 对。 加拿玉当天也有 hasse关于无论后,